把税要改革 全民来公审 台湾有一个令人骄傲的护国神山 台积电 成为了台湾坚强的硬实力 但是一个会让人民感到幸福的国家 不能只靠硬实力 还要有足够的软实力来支持 观察世界上的很多先进国家 都以尊重人权 解决民众的痛苦 进而改善法律的税务制度的环境 为施政的重点 所以我们不要只骄傲于 我们半导体的硬实力 却发现说 我们的法律制度还有税务环境 很多都是平留在惩罚人民的层面 那近期我相信大家比较有感的 就是在今年4月1日 这个调整电价的问题 2024年3月7号经济部表示 政府已经连续两年分别 编列预算增资1500亿及1000亿元 然后又用特别预算补贴500亿 然后来支持台电的财务 用纳税人的税金 补了这么多钱给台电 仍然没有解决根本的亏损问题 错误的那个人员政策呢 造成了发电的成本居高不下 就算是在今年4月1号调高了电价 台电仍然没有彻底解决亏损的问题 然后都不用自行检讨哦 然后就拿着人民的税金来增资 或者是拿超真的税收来补货网 我们可以从超真的税收来看 财政部在2月16日呢 公布了112年的全国赴税收入的显示 超真的3860亿元 那超真的这个原因呢 他们也有说明啊 上市贵公司的获利成长啊 鼓励啊 薪资及利息所得等 但是其实在不为人知的很多的个案呢 也不计其数的在发生 在民国85年这个12月19日的时候 这个太极门器工养生学会啊 遭到检察官违法起诉 那同时移送国税局课税然后重罚 那即使这些冤案啊 在刑案部分被平反了 可是税务案件呢 到现在还没有解决 即使国税局在最后 他们已经更正了 把80年82年84年 这个年度的综合所得税额都改为零了 但是独独在81年度的这个众所税 并没有改为零以外呢 他们又在109年8月的时候 就违法拍卖 然后没收这个太极门 这个修行道馆的预定地 那政府税款这个超额的征收是怎么来的 大家有看得出来吗 我觉得民间企业的奖金制度呢 是鼓励员工为公司创造更大的利益而给予的奖务 但我认为公部门单位呢 奖金制度却是一切不法的开端 像以前警察就可能会为了交通违规的奖金啊 然后会造成部分的警察会为了额外的那种奖金而随便的取缔人民 然后造成民怨事情 还有啊我们也常常听到说税务单位为了奖金而恶意的向人民乱开 这些都是奖金制度的出来的事端啊 我们常常会听到说税务员开税单有奖金 然后开错税单呢 却不用负责任的说法 我想也并非毫无根据 主要是台湾的行政诉讼中 以税务诉讼案件是最多的 在行政诉讼案件中啊 人民的申诉率仅为6% 在今年4月1号的时候举办了一个世界公民日国际论坛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林教授当天的影片分享 其实更早在民国78年 他就弄了一个所谓的财政部核花税务奖励金作业要点 这个作业要点是一个行政规则 他没有法律授权的 那这个绩效奖金他是直接编议算 他不是从朝晚提拨 他是编议算 他要从我们纳税人缴的税金里面去 这个去去去分这个绩效奖金就对了 因为搞这个绩效奖金下去 我们每年的税征不是都操征吗 都操征 那操征理由是很多啦 那其中这种 这种就是说恒征暴恋 其实原因是其中原因之一 我本身办个案子 他去卖一块那个道路用地 他只卖了八百万 那本来是给他说你这个是道路用地 是免税的 可是后来他又查到说你这个地 好像以前有拿过补偿款 虽然没有过付 他就说你这个他就怀疑他是有协议架构 结果他就给他科增那个土地增值税 结果 给他科四千多万的税 你看他卖八百万给他四千多万的税 这个 这很恐怖 那就好在在我们行政法院那时候我们那一庭办的时候我们把它平反 但是其实查起来不是这样弄 他们他们就是看到黑影就开枪就对了 就开枪 那我只是举这个例子而已 这个绩效奖金在这个法言上是有问题 我把它称为这叫做违章建筑 其实是违章建筑 为什么他他根本就 他就是自己定一个要点 没有是无效的 那你根据这无效的的这个行政规则 还有根据这个 超越那个那个前 那个行政院定的那个所谓 严供待遇资给要点 超过那个规定范围去定的奖励金 其实基本上也是违宪的 那其实这样违宪那你编立法院其实应该继审 那你你你你给他通过了 那你这个法你根据一个违宪的基础的东西去定的一个计算 那这医生本身也是有危险的问题 那根据报导呢 所谓的IMB这个吸金诈骗案呢 受害的民众高达5000人 那受害的金额也高达29亿 但是其实这样的一个悲剧 其实有机会不一定会发生的 那所谓的IMB借贷平台呢 在国外的某些地方实际上是非常盛行的 那因为整个借贷的过程当中呢 并没有银行担任中介经购 所以实际上这是所谓的直接金融 但是因为国内的监管不足呢 所以反而沦为诈骗集团的一个诈骗工具 其实呢 检调在2016年的时候就已经立案 桃园市调处呢 在2017到2022这段时间呢 也接获了很多民众的检举 但这段期间呢 调查局基本上就是只有做笔录 但是没有任何侦查的行为 导致受害人越来越多 直到最后高达5000个人的时候呢 北检来侦办 当政府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 通常第一个就是 护踢皮球 非得到这个立法委员去执行 或是说案子搞到这个媒体爆料出来 那实在滚雪球滚到太大的时候 他才会被迫积极的去办案 但是政府呢 常常用这种行政怠惰的方式呢 来处罚民众 我觉得这是身为这个民众 我觉得对政府最不满的一个地方 处运法起源于民国19年 原本的用意是启动官署 自我纠错的功能 让人民的权利 有及早获得修正的机会 但实际运作下 官署自我纠错的初衷 却都支持理想 宿院为人诟病之处为 驳回及不受理的比例甚高 以民国111年统计数据为例 新政院及其所属机关 所做成的宿院决定 有七成为驳回或不受理 政府把宿院成功的大门 堵掉了一大半 连大律师都过不了这一关 2007年知名法学专家 陈长文律师的资用助长 被国税局误值为营业用途 导致了一脚15年的税金 陈长文律师向国税局 追讨一脚的税款 但国税局却主张 一税捐基增法第28条 只能退为5年税款 宿院不成 陈长文律师不服 而该打了行政诉讼 但却全盘皆输 连大律师在宿院及行政诉讼面前 都败下证 那一般的小老百姓都更不用说了 陈长文律师倡议在宿院法做修正 我是蛮肯定跟赞成的 因为在他统计111年的 整个政府机关的宿院的成功率 人民有高达7成 是被驳回跟不受理的 如果说行政机关 这种自我纠错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能力还是不足的话 那还不如让司法机关来针对 行政处分的违法来做监督跟审核 因为整个国家机关的设计 本来就是行政立法 司法三权分立制衡 那对于违法的行政处分 司法机关本来就是一个监督制衡的角色 以我在救援太极门的这个 税务院案的这样的一个经验的话 我发现就是财政部的宿院委员会 其实我觉得它的功能不脏 目前财政部宿院委员会的话 他们的所谓的机关人员就占了一半 那另外一半就是外部的专家学者 那外部的专家学者里面呢 又有一部分是退休的 财政部跟国税局的官员 整个宿院决定的做成 其实就是掌控在财政部的 这一半的政府官员里面 这么长期的这样的运作下来 老百姓会觉得说 它的基本功能不脏 那是不是就干脆 把它的权利交到司法机关来 由司法机关落实它 三权分立的功能跟角色 来监督行政机关 委把的处分的部分 然后行政法院恢复成三级三审制 那这样子我想整个国家的制度 会更加的周全 那对老百姓的权利的保障 我会更加的完善 都不能搁 对老百姓的权利〡 得多似 That good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